所以你看看一年的母親節 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老兵走上街頭向國民黨當局抗議 當時他們拿來做兵 這很可能 在我以前 我以前以前是眷村 那種那個老伯伯在那裡玩什麼味 我就說伯伯阿你怎麼來台灣的 他說我去買醬油啊 就被抓來啊 被抓去當兵啊 你怎麼說就不可思議 你怎麼買到你用的在這邊 後來網路發發達的想法就這樣 他講的真的是 他說他爐位 爐位他有回去 回去看說 回去怎麼看 回去我一歲去年都不在啊 一般 看到說我從台灣來 知道說福利很好 要給我愛錢啊 所以他現在也不想回去了 你說你整個區域都 都用咖哩了 第一任到十八任總統由日本天皇指派 這很重要 不過於第十九任的時間 我們變成他的神聖不可分對領土 我們人民的變成佛 他的政府管轄 所以我們第十九任 由內閣 日本內閣搬任總組 這個有很重要的改變 我們這樣要告 不會覺得 台灣真的是跟著日本神聖不可分對領土嗎 我們來看那些錢 你如果是真的變成佬領土的時候 那個錢會統一 那些人的錢會跟著日本神聖不可分對領土 我才有一些資料 這就是 日本人在台灣建設的銀行 建設台灣銀行寶 在這裡有一個 台灣銀行注釋會社 然後在台灣發行 那個 台灣 台灣的那個什麼 台灣的那個 台灣銀 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券 你看看 這你要看 這什麼 台灣銀行 有嗎 這也是台灣銀行 這是1904年 他想要在這裡 他不想直接用日本神聖不可分 因為以前覺得 台灣在建設的時候 是不是我在這裡建設的時候 台灣如果做得不好 那台灣就在經濟脫髮 那國際法規定 你在這邊殖民地的享賀離奇 這邊當地有當地的金融 醫藥你如果準備 使用到合併 所以就是 建立這個 台灣銀行在這裡的意義 在這裡 那你還是發台灣銀行券 這是台灣銀行的 37年 1904年 台灣銀行 這也是台灣銀行 這裡 注意看 這台灣銀行 大正三年 1914年 這也是 這也是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在這裡 台灣銀行券 哪裡 這也是台灣銀行 這也是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券 這1937年 這台灣在掘一個 國內費 1914年 這開始在戰爭了 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在這裡 這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 你看,这是1944年 我们颁布招数的前一年 1944年的时候,那个是台湾银行 发了什么 不过你看,1945年的时间 在台湾里面是被什么? 日本银行约房券 但台湾日本已经同意了 所以货币同意 因为颁布招数 我们已经被这位神圣不可分对的领土 所以整个 我们开始和他们的钱都统一了 你看,日本人在台湾发台湾银行券 会比较少 其实我们说 日币比台湾银行券是1比1 所以我们说 虽然我们去 我们给日本通知 有点说 如果我们要去日本一盒的市场 会拿钱和日本平均换是1比1 并不是说 我们市的殖民地 让钱换就比较少 1比1 那台湾银行券比新台币 就台币 1比1 1946年6月 我们来看 月换率 我们来看日币与美元月换 1897年明治30年 1美元等于2.2日元 如果我们出现 他中间都起起伏伏 想要返到1 5美元 不过1934年的市场 3.4美元 1941年的市场 1美元等于4.2日元 那台湾银行券的市场 1美元 也没有说是 因为它通货膨胀 如果战后 1945年9月 这是一美元 比15日元 也没有差多少 没有 不知道 因为你战后一定 到这么多的市场 1947年 这么厉害 它开始流去 可以说 对台湾 对台湾 开始到1945年 到中华美国来的市场 我们的比例 都是1美元 比4.2日元 你对这个要看 看这台湾银行券 比资台币1.1 如果台湾有通货膨胀 中华美国来的 资台币的市场 一定是要钱 一定是 不可能1.1 一比30 一比40 都有 在1945年 中国来以前 我们正经历 台湾的经济 没有受到影响 真的是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你看看 这个4万510元 3.5千元 空着有几点 这整个东西 这是分配财产 照理讲 这个应该是要 就这张和平条约签署 1952年 才开始得到影响 接下来 4万510元 1949年 1949年的时刻 和盛希武前出 这要不要 签计到密条约签署 还是维吾国际法 这个是维吾国际法的证据 我会给你签好吗 这个很离谱 我们来看 这个岛 大概这个帝国偏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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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帝国 他人本 他也是一个属于 部落形态的土地 部落形态 每个地方都有地主 他不是一开始想天皇的 是拥有所有的土地的主权 天皇 因为他 他这一族 比较 较厉害 所以他都做而已 做而已 他这个贵族 就给这个天皇 这个天皇 这个天皇变成 他们的一个祭司 以前的天皇 他最主要的人主 就是祭司 正希 所以 他这个正希的想意就是 把他的权利给这个贵族 贵族 贵族的自由的想意 也是很多 它是属于部落形态 有没有到元昌幕府的时代 那个 朝元奈朝 元昌幕府的时代 元奈朝的时代 他跟这个天皇 和国体 国政分离 元昌幕府的时代 和国政分离 那如果到江户幕府的时代 老板才有战果嘛 他觉得 他说 欸 你如果天皇 起来做的时代 叫国政分离的时代 也下来 你的天皇 你做你的天皇 不过 你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私权 我将军 天皇他就派那个 最贏的大贞宜将军 贞宜将军 我想 我有私权 可是 我就 把我的私权 我等一下 把我的私权 你帝皇 你帝皇 帝皇 帝皇 就把你的权力都效仿给我 诶 这个整个 结构 日本都很安定 很少战争 所以 靠江户幕府 德川家康的时代 他要改变 就是 你看 他的 日本的历史 他几乎 德川家康的 的 几乎 几乎 他都用党去 做各地的祝福 很恐怖 整个日本 他最重要的是 这个国防政理 是分别的 日本 我把整个统一起來 整个孤陋统一起來 我把这个权力交给天皇 天皇他不管事情 他把这些东西 他把授权 这个 真理大将军 把我们的权力下放 这样 所以 他原本 大日本天皇的时代 他的原本 是部落形态 所以 他的人民是什么 是个国民 他不是皇民 他靠18 90年11月29日 君主立宪 明治宪法实施 他在大日本帝国的国民 他变成大日本帝国皇民 他也是有实施宪法 他变成皇民 他不是一开始的时代 他就是皇民 他要变成皇民 他变成皇民 他变成皇民 他组成大日本帝国的政府 所以 日本 日本国民 日本政府的时代 也是有民政府时期 就是1853年 美国黑派来时 日本人民寻求主权的建立 人民组成 薩皇同盟 这个是薩柏环环航 常州班 同盟 建立日本国为政府 1867年 明治天皇示威 日本天皇 1867年 11月9日 德川布普大政后皇 日本天皇 1867年 被返 这些伴就是 备除了五四制度 1877年 西南戰爭真是叛亂 與於廢除這個武士制度以前 原本加武士也變不好了 所以也在叛亂 日本國政府派兵鎮壓 1884年 日本經濟結構由封建制度改成為資本制度 1899年 大智能律國憲法和教育涉餘 1890年 以前日本國本稱為日本國民政府之起 對於大智能帝國的天皇 你看看 他開始 他來組成這個議會 這個議會就是由貴族院 哪一家人來參加 這個貴族院就是天皇才的貴族 然後他由大智能帝國王民 參參眾議員 去組成這個帝國會議 來組成這個大日本帝國 這個整個就是這樣 來 日本帝國憲法規定 這話以日本帝國的權力多大 大日本帝國萬事一系 天皇統治 再來 天皇為國之免所總攬治權一 本憲法規定行事 再來13條 天皇行宣戰購迫及地劫奉條約 來144條 帝國會議之開會議會 會期之延長及庭會 兩院是同行 眾議院被命令解散時 貴族院議案同時庭會 所以你看天皇他的權力多大 整個幾乎都是他在管理 這個 這樣看蔣介石 他來台灣 幫我們串哪國籍 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就是來這裡代理 代理而已 他代理 這項頭就是 他幫我們串哪國籍的法令 不過他跟他串哪國籍的時間 民國也是有 同意說 要不簽訂合約 你才會再跟他們開國籍 所以民國有 他有 他有 他有抗議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疆域 中華民國的疆域 也沒有包括 台灣 所以他 該國籍在那裡 從右邊看來 中華民國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是一票 所以 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 當年台灣為日本的領土 1929年2月 中華民國公布國籍法 當年效率收集台灣 1945年 中華民國宣布併論台灣為中華民國 大會始終沒有通過領土破章 於台灣騰土 1946年 台灣人民變成中華民國 沒有法令的根據 那就是 因為他沒有完 根據個人 不會改國籍 所以 我們還有這件事 考慮案 考慮案 我們都知道 任意剝奪 國籍和國籍法 創造 我們台灣的 變成沒有國籍 所以 如果我們要 這個 這個 國籍法 中華民國 就是 違法這個世界 全權先人 人人享有 國籍 任何等之國籍 不能替奪 其他的國籍是 全力不能活論 所以我們 這個 國籍 必須要 自願意願合法 有這三個原則 就這樣 其他時間 差不多 都趕到家 要讓我們 機會 大家保證 謝謝